原调题 贾政是比较传统的 但也有一妻二妾王夫人 赵姨娘、周姨娘 从书中少有的几次 关于贾政居家的描写看 她晚上多是与赵姨娘同素 赵姨娘的人品、素质 让人没法恭维 但想来其相貌不错 所以 拷得老爷青睐 另外 贾政虽然女人不多 但生育能力不错 有五个子女与王夫人生 有贾朱、元春、宝玉 与赵姨娘生有探春、贾桓 这在整个大家族是儿女最多的 不过周姨娘没有为贾政生下儿女 这应该也是她在贾府特别低调 几乎没存在感的重要原因 二贾脸似女人 一正妻、一外宅 二小妾贾眼的正妻 自然是王西凤 由二姐是贾脸取的外宅 貌似是侧妻 并非地位更低的妾 贾脸的妾有两个平氏凤姐的陪嫁丫团 被贾脸收房 秋童则是贾设赐给儿子为妾 除了以上四个妻妾 好色的贾脸还时常偷心 与多姑娘、抱二媳妇都有一腿 至于她拿小丝出国的事 就不说了 三贾真六女人 一妻、一纪佩 四小妾贾真 也是好色之人 她第一任夫人 应该是贾荣的母亲 夫人早亡 贾真又举柔氏 如此说来 柔氏府纪佩 另外 贾真有四个小妾 佩凤、邪缘 第六十三回提到 柔氏又带了佩凤 邪缘二妾过来游玩 这俩妾就是管耶律雄奴方官叫野律子的 文化 第七十五回 宁府夜宴 贾真因要行灵 柔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 贾真有了几分酒 一发高兴便令佩凤吹消 文化畅许 吴明氏 从游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这句看 贾真应有四个小妾佩凤、邪缘、文化 还有一个没出现名字 一 未能与贾真同席欢宴的女子 肯定是其妻妾 不可能是儿媳或没被收房的丫头或其他女人 如果加上由二姐、由三姐 以及传说中银丧天香楼的秦可卿 贾真染指过的女人更多 至于刘氏身边的家环银蝶等 贾真是否曾染指 就不得而知了 四贾舍恩的女人 至少一妻、一妓配 四小妾贾舍是公认的老色鬼 连贾母都骂她做什么做一个小老婆 又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 没得耽误了人家 放着身子不保养 官也不好生作曲 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 贾舍第一个夫人应是贾脸亲妈 早是 行夫人是贾舍第二任夫人 与有始一样也是妓配 另外 贾舍有一堆小妾 书中明确说到的有迎春之母 二小姐乃是老爹之妾所出 明迎春 燕红 假设要鸳鸯不得 终究费了八百两银子 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 名唤燕红 收在屋内 翠云 第七十四回 王熙凤向王夫人解释园里发现春意相待的事 说 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 如燕红翠云等人 接系年轻士妾 这里明确点到翠云氏士妾 焦红 第七十回 放风筝那次 宝玉笑道 我认得这风筝 这是大老爷那院里焦红姑娘放的 拿下来给她送过去吧 既然说是大老爷那院里的 结合上面引用过的 如燕红翠云等人 接系年轻士妾 既然有的 说明假设士妾不止燕红 翠云 想来这焦红也是其中之一 还有秋彤 虽说后来被假设给了假脸 探凭她左一个小老婆 又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的德性 只怕假设不会放过她 如此算来 假家男人里妻妾最多的是假设和假真 二人均先后有两位夫人 并有至少四个士气 假脸虽然娶到屋的女人比她们少 但在寄予女人方面 她扑得其爹真传 假设 假真 假脸 在这世上都是高手 谁也说不得谁 至于焦大骂的爬灰的爬灰 杨小叔子的杨小叔子那些话 以及柳香莲所说 除了那一对石头石子干净 只怕猫 狗儿也不干净 所使虽都是宁国府 但想来 容国府也大抵如此 东府 西府 在这世上 只怕原方难为兄 寄方难为弟 彼此彼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